你这是开始录了还是没开始录了 开始了今天几号啊 18月17号 18 算一下我总共来了多少天 这应该是我这辈子 这么久没有回家过 最长的一次吧 对啊 还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会觉得今年8月份 我可以顺利回马来西亚 拍马来西亚的Vlog 然后还觉得今年的10月份 我们两个人的婚礼 可以顺利的举行 因为那时候马来西亚的新增比例 没有这么的高 相比现在每一天大概 1万7,1万8,2万 不相上下这个数据真的很吓人 我也不敢对明年有什么目标啊 就健康开心就可以了 而且我发现因为这个疫情 我们的目标已经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浓越来越浓 之前还想说 他想去什么地方玩啊 之前还想要赚钱啊 现在就活着就行 这个是他啦 我还是想要赚钱 那回归正题呢 是这样的 因为最近有收到很多年轻的朋友们 不对我也很年轻啊 最近有收到很多网友们问的问题 这次问的问题呢 大概就是问我 来中国是怎么样适应呢 你习不习惯这边 诸如此类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这支影片呢 在抖音它居然 获得了比较稍微高的播放量 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高的啦 因为我们很少很少去抖音 会觉得没什么人看 让我发现那个中国版的抖音 居然有这么多马来西亚华人 因为你要知道抖音是有国际版本的 有中国版的 我就以为大家都会去玩国际版的 然后就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马来西亚华人 然后就收到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啦 那我相信大家刚搬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呢 担心的事情和考虑的事情总是比较多 对于你来说那是一个很陌生很未知的环境 会有很多你预测不到的事情发生 像我的话我会想象一下我可能来到这边啊 没人打 找不到工作 没有社交啊 朋友也没有会孤零零的一个人 对反正就是很多问题会同时涌上来 得不到解决方法就不如说那我就来了 来试试看看这些问题要怎么样的解决 所以我就来啦 你觉得我适应吗 怎么适应呢 我觉得这个适应跟不适应呢 完全就是看心态上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放开自己吧 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适应 是因为可能你心里有点抗拒 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 一些你不曾拥有过的东西 总结呢就是可能需要一点点的勇气 来踏出你原来的舒适圈 虽然我刚刚前面说的是有点轻松啊 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下 其实我第一年来的心态跟现在的心态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老实说可能跟我个人的本性性格有关 因为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社交狂社交的人 也不是很活泼开朗 然后我性格是很慢熟的人 所以刚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的心态会有一点点封闭的 比较拘束 怎么说因为你从小到大长大的国家 你身边听的那些语言啊都是你熟悉的 那你来到新的环境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中文的那些语言呢 你又听不懂然后又很陌生 虽然说的都是中文啊 但是我之前前几集也是有讲过 就是我刚来这边是完全听不懂 有点羡慕可能嫁到厦门啊 广东福建 深圳那一带的姐妹们 那边的讲话的调调啊 跟马来西亚华人会很像啊 刚开始来到合肥我真的是 连基本的那个普通话 我可能就听不懂 就是不太敢自己一个人行动 我都要带着那个max陪我 就比如说去理发店啊 还是买菜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有点恐惧跟人家讲话 我会不敢主动问人 然后就连接个电话 我可能也不太想接 然后就拿给你 因为有时候他只是拿个快递 我就连发现这个简单的语言我都听不懂 然后就有闹出一个比较好笑的事情 有一次那个什么警察打来啊 公安局啊哪里啊 打来那时候我在睡觉睡吧 我的电话响了 我就拿起来听 听不懂就直接挂断 然后他又打来我就想说 应该可能有点重要吧 然后我就拿给max听 他就说你怎么可以挂警察的电话 我就说我听不懂啊 我就以为是别人打错 因为我这个号码有时候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陌生人打错 然后讲一堆话我听不懂了 然后我就 只要讲一堆话 你听不懂也不得要打错了 你只是听不懂而已 对不起啊 我也不是故意要挂断警察电话 那个警察也是比较老一辈的人 你知道老人家讲话 他们的口音会更重一点 就加一点方言 那时候我就真的听不懂 然后就遇到各种挫败呢 我就渐渐的啊 不太想跟人家讲话 然后慢慢慢慢的 就因为我觉得这个沟通变成了一个障碍之后呢 我就没有心情想要去社交了 我觉得这个是身为一个女生 我感觉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 就是可能马来西亚它比较潮湿闷热 我在马来西亚来带姨妈的时候 我会非常的痛 然后就是来到中国呢 我发现到了秋天冬天跟春天就是比较干燥的时候 那个姨妈的痛几乎都没有 而且我来到这边是狂喝冰水冷饮 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是一个月可能 只喝一次我甚至不喝 我发现那边那么热 对啊 所以我很能在热的时候喝热水 我觉得没有什么 然后就我刚来这边的时候 又是干燥的问题 我的皮肤就是干到发痒 就涂了很多那个润肤乳 到现在就好像没有这个现象发生了 很接地气了 我真的真心觉得很花钱 必须的 尤其是女生啊 男生还好我看她的衣服 穿来穿去都是那几件 好像可以穿好几年 但是女生的话你会觉得 这一件衣服我去年的秋天穿过了 我今年的秋天就一定要买比较新款式的衣服 然后冬天的羽绒服也要换新的 反正就换季 反正除了麻烦以外呢 还要花更多的钱 那现在我感觉我现在的状态 就好像我在马来西亚 跟朋友聊天那种状态 会比较放得开一点 会比较敢自己一个人行动吧 但是如果太远的话我也不想要去 我现在只能到附近走一走 也遇到了很有趣的人 就是因为我觉得沟通这个障碍呢 它慢慢的消失了 所以也可能让我的心房也比较打开了 所以让我觉得我现在在这个环境里面 会比较自由自在一点 甚至也不会觉得周围的语言啊 让我很陌生 可能有些人会说我的大马枪没有了 但是我发现哦 就是当我跟家人video call啊 跟我朋友video call 我的DNA又动了 语境很重要 你的口音可能有时候有点翻眼 我的口音其实挺常遍 我先聊普通话 然后有时候我跟我爸妈妈讲说的话 我跟我朋友在一起 我们会有点像东北的口音 为什么你朋友又不是东北人 我们是喜欢在一起 觉得这个口音很搞笑你知道吗 虽然我会觉得换季很麻烦 但是我还是会用blog 记录了每一个我喜欢的画面跟瞬间 我之前有说过我最喜欢的季节就是夏天 现在呢我会对每个季节都充满期待 饮食方面呢虽然我不挑吃啊 但是我还是会有想念马来西亚美食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最近呢我有自己开始动手做一些 我非常非常想要吃的马来西亚美食了 之后我可能也会再研究更多啦 因为实在是没办法 我以为今天能够回去的 所以去年我才没有这么积极的做 虽然我做的那个成品呢 跟原来的味道可能有差别 不这么的正宗啊 但是我也很庆幸 我现在还是可以记得那个正宗的味道 就证明我还没有忘记 所以教这个东西哦 我其实有要让自己很积极的去解决 可是我发现就是这种事情你不能够强迫啊 你不可能叫我随便找个路人来搭上嘛 这样子要看天时地利人和跟机缘 如果你很齐的话也可以 是也可以 可是这只是high boyfriend 你不能够不能维持一个很长久的关系 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呢也慢慢得到了缓解啦 虽然他花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相信 你觉得每一年可以录吗 我觉得可能再过几年就没有了 我觉得再过几年可能就没有了 你可能就是逐渐会习惯这边也是自己这个家了 就没什么感觉 我觉得现在其实已经有点习惯了 就是这已经是你的另一个家了 你不像第一年来的时候你还会 我记得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还会说这边你感觉没有家的感觉 可是你现在肯定已经没有那种不是家的感觉 可能以后真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少啦 因为八月份啊也是马来西亚国庆日要到了 在这里真心祝马来西亚抗议成功 让我早点回家 加油的 波勒 那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 我相信应该有蛮多到中国来生活的马来西亚人 我好奇你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可能你们会比我更适应吗 还是比我更差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那喜欢的话不要忘记跟我们点赞、订阅、关注一键三连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